1992年經典賀歲片《家有喜事》 聲光響響、搞笑和瘋狂的情節 加上Top of the Town 的經典對白 票房接近4900萬 刷新了當時的票房紀錄 《家有喜事》 以三兄弟三段感情線做主線 大哥黃百命事業有成 但就看不慣太太吳君如的主婦樣 她有外遇將太太激走 二哥將郭榮女性化 經常跟男子頭的無信軍鬥氣 弟弟周星馳做DJ 喜歡追女生 不知道什麼叫真愛 粉絲張萬玉見過她真人後很失望 但就挑起了周星馳的慾望 三條感情線露出不少笑話 最後帶團圓結局 但原來電影開拍之前 經歷過一波三折 黃百命透露 大哥本來打算找林子祥做 他自己就會扮女性化的二哥 弟弟本來屬於找張國榮 當時張國榮已經適應 還移民加拿大 由導演高智深負責遊說他復出 不過林子祥臨時因為美國間屋火燭 必須要回到美國處理 於是黃百命就想起當時在影圈當紅的周星馳 不過周星馳要求八百萬片籌 比平時多收三倍 又要求先看劇本 黃百命勉強答應 但周星馳只是想做花心的弟弟 又要與張萬鈺合作 不過角色早已預留給張國榮 令事件陷入姜國 這時張國榮答應復出 還提議演女性化的二哥 和無信軍做對手戲 事情發展令黃百命放下心頭大石 答應周星馳做花心弟弟 所以才會出現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的經典一幕 《秋天力童話》被譽為經典愛情電影 1987年在香港的票房超過2500萬 叫好又叫座 《秋天力童話》的故事發生在紐約 男主角船頭赤是個漂泊的人 他的性格不屈不撓 看透人生 他有不少口頭閃 尤其喜歡說女人真是茶煲 女人真是茶煲 你問甚麼茶煲 當時的導演張遠亭想找周潤發演出 覺得他的性格像船頭赤 有合意心長 本性豪邁 即使周潤發當時是票房讀藥 他仍然堅持 而周潤發也一口答應 沒想過當《秋天力童話》要開拍時 周潤發主演的英雄本色上畫 他飾演重情重義的孖哥 即時引氣急性 由票房讀藥變成票房領丹 很多人找他拍電影 但他仍然堅持去紐約拍《秋天力童話》 可以看得出他很有義氣 電影裡有一幕 拍船頭赤和十三妹分開 他坐在陳百強的車離開時 要特寫周潤發的表情變化 由牽強笑容 開始傷心 惆悠到失落 然後跑上去追車 雖然現場人多吵吵 但周潤發未受影響 進入了船頭赤的內心世界 還有令人期望的船頭赤和十三妹重逢 當十三妹重有救地時 發現海邊有一間山板餐廳 老闆正正是船頭赤 他帶著笑容的一句Table for Two 含蓄的表達令影迷心領神匯 也代表兩個人的故事將會揭開新一頁 Table for Two 90年代 周勝慈是電影票房的保證 1993年 他創立彩星電影公司 拍了兩集《西遊記》 分別是《西遊記》第一百零一回之 《月光寶俠》 和《西遊記》大結局之先李奇緣 拍得認真 但票房說不上是成功 電影以西遊記小說角色為基礎 時光倒流五百年 主角輪迴在不同時空穿梭 追逐愛情 電影中貫徹周勝慈的風格 操續搞笑又不失幽默 雖然是商業製作 但當中充滿佛力 故事圍繞周勝慈飾演的 至尊寶和孫悟空 至尊寶愛莫文慧飾演的白晶晶 白晶晶就愛孫悟空 但孫悟空愛的是朱欣飾演的紫霞仙子 而紫霞只是鍾情至尊寶 以為愛的是同一個人 原來已經相隔五百年 至尊寶想在紫霞身上 拿回月光寶盒去救白晶晶 到她重遇白晶晶 先發覺已愛上對愛情執著的紫霞仙子 電影留下不少經典對白 令大家念念不忘 尤其是至尊寶和紫霞的心情否白 曾經有一份真正的愛情培在我面前 我沒有珍惜 到沒有了的時候 才後悔我吸 塵世間最痛苦 惡過於此 如果那個天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我回頭的話 我會跟那個女生說三個字 我愛你 如果是要在這份愛家 上一個奇限 我希望是一萬年 之後自尊寶為足夠紫霞 只好帶上金剛窟變成孫悟空 先有力量打敗牛魔王 但帶上金剛窟 就不能夠擁有紫霞 放下金剛窟 就不能夠保護她 最後紫霞被牛魔王刺死 孫悟空擁有齊天大勝的法力 但就不能夠再有人世間的情愛 救不到紫霞 當金剛窟越收越緊 痛到她不得不放手的時候 只能夠看著紫霞飄向太陽 以為西遊記是無厘頭的搞笑電影 細心看 發覺原來是一出悲劇 即使有了月光寶盒 可以穿越時空 亦都改變不了故事的結果 令人唏噓 同時提醒大家要放下執著 珍惜眼前人 梅艷芳拍過接近50部電影 《燕之扣》是她和好友張國榮合作的經典作品 故事講述30年代香港 梅艷芳飾演的石塘咀名記余花 和張國榮飾演的南北行太子野十二少的愛情故事 兩人遭到十二少父母的反對 加上經濟問題 決定自殺殉情 結果余花死去 十二少就被救婚 於是余花重回人間尋找十二少 《燕之扣》以梅艷芳為主角 張國榮的氣氛不算多 大部分出現在余花愛恨此前的回憶裏 她曾經自爆並非十二少首選 原本人選是鄭少秋 但因為審戀夏懷孕 她遲演陪產 梅艷芳就提出找張國榮飾演十二少 但兩個人分屬家和和新藝成電影公司 梅艷芳臨出交換合約的方法 新藝成就答應給張國榮拍《燕之扣》 梅艷芳就為對方拍了《開心物語》 《燕之扣》為梅艷芳贏得三鳥影后 她演繹對愛情至死不如的余花 和張國榮飾演嬌戲又耐藥的十二少 至今仍然是不少電影咪心目中最難忘的角色 電影《霸王別姬》已經劇名令故事 帶出自民國至到改革開放接近五十年的歷史變遷 戲中張國榮飾演靈魂人物《名寧情蝶衣》 自小就被賣到驚劇戲班 和張峰藝飾演的師兄段小樓 合演霸王別姬而成名 張國榮一直迷戀張峰藝 直至對方娶了拱利飾演的妓女 但仍然難以置筆 最終更加落得悲慘命運 故事達出人性善惡 為外癡迷和背叛 張國榮為了演好角色 故意前往北京授訓 學習京劇的造手和唱腔 在戲中他的造型、眼神、舉指、造手等 都被大讚出色 連導演陳海歌亦表示 沒有張國榮就沒有霸王別姬 形容張國榮換上戲中餘機裝扮 就給人一種千嬌百美的感覺 八王別姬不單是中、美、日、英、法等國家 獲得理想票房 更獲得不少國際獎項和榮譽 包括1993年第46屆法國康城影展金鐘女獎 成為第一部獲得這個獎項的華語電影 童年奪得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2015年 更加被美國時代周刊 評懷全球百大不紐電影 2021年 《厄虎藏龍》 在奧斯卡電影頒獎領奪得最佳外語片 是第一部華語片獲獎 導演李安因而聲明大躁 李安自小就有個導演夢 1979年 25歲的他 遠赴美國修讀戲劇和電影 畢業之後留在那裏發展 但是直至1991年 拍《推手》 才正式開始導演生涯 李安早期的電影《推手》 《喜宴》和《飲食男女》 主題都是講中國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衝擊 可見他對中國文化的重視 2000年他改編《王道路》的武俠小說 拍了《惡虎藏龍》 故事以古代中國為背景 講述兩對男女的情感交割 周潤發飾演的李莫白 和楊子瓊飾演的余修蓮 代表內臉堅忍的傳統價值觀 外於倫理觀念、道德禮法 兩人一直不敢跨越感情界線 而張志儀飾演的《玉嬌龍》 和張鎮飾演的《羅小虎》 就代表現代人追求自由、開放、自我 他們思想反叛又任性 敢於打破傳統禮教束縛 正正衝擊傳統價值觀 《惡虎叢龍》 好像在竹林對戰的場面 畫面未敢實足又不落逐套 但其實電影也反射了 李安的潛在心理 對中國的情懷 和中國人的感情世界 他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 三歲登基、六歲退位 見證大清滅亡 經歷張昏復辟、軍閥割據 後來被日軍扶植稱帝 二戰後被蘇聯俘虜 由九五之尊淪為佳下囚 1950年重返中國 接受十年勞改 晚年以元丁的身份 在文革期間患癌細細 中年六十一歲 他是愛申國羅普爾 一生曲折傳奇的末代皇帝 1986年 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 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 根據普爾的自傳 《我的前半生》 在改革開放後 開拍電影《末代皇帝》 成為中國史上第一部 也是最後一部在紫禁城 太和電取鏡的西方電影 這部電影空前絕後 刷新了中國電影史的紀錄 當時故宮每日平均接待 超過五萬零遊客 但就因為拍攝末代皇帝 全面關閉 其中普爾登基一幕 更耗時六個月去籌備 僱用超過二千人去飾演示威、朝臣和太監 營造氣勢萬千的景象 全部臨時演員的編和假髮加起來 更加有一噸那麼重 傳奇的故事 寫實的場景 精巧的服飾 廣告的燈光 引人入星的配樂 令末代皇帝成為1988年奧斯卡班獎禮的大贏家 橫掃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最佳改編劇本 最佳攝影等九個獎項 亦帶紅左專龍、陳聰、烏君梅等幾位男女主角 電影成為改革開放後 西方社會規探中國的一線槍 同時將退去封建 在新舊紅樓底下重新定位的歷史古國 以全新姿態帶上國際舞台 提起香港的功夫電影 數量超過100部 列入建歷史紀錄最長系列電影的 黃飛鴻一定上榜 1949年 第一部黃飛鴻電影《邊峰滅竹》上映 以廣東佛山黃飛鴻為原型 他的武術和衣術同樣徵扎 電影中 黃師傅的街坊英雄形象更深受觀眾歡迎 飾演黃飛鴻的關德興 一演就演了二十幾年 演活武功高強 正義想言的人德宗師 電影中 黃師傅經常為受欺負的街坊出頭 對抗為非作底的土豪惡霸 尤其是頭號壞人奸人堅 雖然每次劇情都熟口熟面 但每當觀眾看到黃師傅保護若少 打敗奸人堅 都覺得大快人心 每次奸人堅表示悔意時 黃師傅 我 我真的對你不照 黃師傅 從今以後 我一定會做一個好人 黃師傅也會原諒他 以和為貴 符合中國人和平團結的理念 黃飛鴻的武打場面 也是焦點之一 無論是關德興版的黃飛鴻 硬橋硬馬的打鬥場面 或是九十年代李連傑版本的黃飛鴻 打得燦爛月木 充滿美學的武打場面 同樣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黃飛鴻電影 亦推動了香港功夫電影潮流 並藉著電影傳遞公義 建議勇為 以至培養倫理人情 和深系家國民族的情懷 藤山大興 是李小龍由美國回來香港之後的第一部電影 票房收入達到319萬 創下了當時香港最高票房紀錄 而為他打響頭炮 1970年代 李小龍在家和電影公司邀請下回來香港發展 拍了第一部電影《銅山大興》 講述他飾演的鄭朝安到泰國打工 在製兵工廠目睹工人受到欺凌 後來更有多人失蹤 他追查下發現工廠暗中販毒 並殺害了發現真相的工人 於是他忍無可忍 以中國功夫迎戰毒犯 為避害的工人拿回公道 電影《令李小龍一名驚人》 他在多場打鬥場面當中展現一身真功夫 尤其凌空飛腳 連環三匹的李三腳 令觀眾看到入米 更掀起了中國功夫的熱潮 同時他在片中為華公出頭 和惡勢力對抗 正正表現出中國人拒絕再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不要屈欲地生活下去 滿起了講求正義、公平、公道 中國人要團結、自信和自強不適的信念 之後他的作品《精武門》、《猛龍過崗》、《龍爭虎鬥》 和他的遺作《死亡遊戲》 繼續將中國武術和功夫電影傳播到全世界 令華人和外國人都認識到中國文化和民族精神